PS5买了半年赔了3000 这个视频和大家讲个故事 在讲故事之前 先祝各位参加高考的观众朋友 希望大家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好好发挥 考出好成绩 考上理想的大学 最近PS5游戏机硬盘价格很便宜 再加上放暑假 估计很多同学会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这儿我提前提醒大家 理性消费 下面故事正式开始 有位同学给我发私信 去年12月 他从某商家那儿买了一套PS5 这里边包含了一个国行的PS5标配 还有一只手柄 原装的做冲 金士顿KC3000的2T硬盘 还有一张双人成型的游戏盘 还送了手柄套摇杆帽之类的 一共是6885元 现在想卖掉 理由有两个 一个是玩着头晕恶心 只玩了几次就搁置了 一直吃灰 第二个理由呢 是他小时候很喜欢玩 希望自己拥有一台 现在有能力买了 抱着很大的希望 买回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过了 那个爱玩这种电子产品的年纪了 玩了两次 发现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加上头晕就打算卖了 因为头晕后半天都缓不过来 这个我能理解 我也对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有这种反应 他开始问我收不收 我说我只做视频 不卖也不收 有些视频是帮别人家带货 我让他问卖家收不收 他说卖家也不收 这条视频是经过这位同学允许才做 才发出来的 最后我问他 有什么要对观众朋友们说的吗 他说 我这就是纯粹为情怀买单 小时候喜欢 觉得自己拥有后 肯定也一样喜欢 但是有些东西 随着时间的变化 可能就没那么喜欢了 下面我理性的分析几点 第一 这位同学购买的时间点 是去年12月 现在是6月 这半年PS5主机降了不少 2T硬盘的价格也降了不少 从投资理财的角度来看 是赔钱的 光是这两样 至少跌了1000 第二 我把大家的购买行为 简单的分成两种 一种是想省心 不想研究 想买就买 不想等 这种的结果会导致多花钱 显然这位同学就是这种类型 另一种呢 是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该买什么 从哪买 什么时候买 专门狙击性价比高的产品 我属于这一种 那咱们看看他买的这套东西 现在买全新的需要多少钱 用第二种人的购买方式 首先PS5 国行光区主机是3100 手柄320 硬盘750 原装充电器200 双成型二手盘160 合计4530块钱 除了游戏全是新的 而他买的那家第三方店铺 现在还在卖这套配置 目前价格是5800多 看到了吧 两种购买方式 差价1000多 那这位同学的PS5套装 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呢 我是这么评估的 按照目前全新的价格 4530 再打个89折 成交价如果能到3885到4000 我觉得就不错了 前提是要跟卖家索要发票 因为国行的PS5和手柄 售后都是需要正规发票的 6885买的 半年玩了几次 残值还剩3885 为情怀 为冲动花了3000块钱 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写到评论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